航母能造多大?美国最新下水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12万吨的惊人排水量,简直就是水中的巨无霸 都说舰艇吨位越大,战斗力越强,既然这样,美国干脆给自家航母拿着铁链捆起来,来个铁锁连舟 整一个百万吨级的大型航母,开出去绝对是威武霸气,谁敢与之争锋 这么大的航母,不得不说威慑力实在是太足了 不过有趣的是,为啥美国就这么不识趣呢?就整一个12万吨的 难道是美国的科技不行,造不了百万吨的航母吗?那么航母究竟能造多大呢? 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绝对能造出百万吨级别的航母 毕竟按照理论上来说,航母的大小是可以无限大的,这绝对不是火力军在这瞎胡扯 这是有根据的,我们从世界上所有的船只的大小来看 现如今,最大的船只是挪威的吉诺克·奈维斯号游轮 这艘船的满载排水量高达66万吨,这是什么概念?什么12万吨的航母? 那在66万吨诺克·奈维斯号游轮的面前,就是轻型快艇 光是排水量就接近了6艘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 这就说明了,人类如果下定决心,一定能攻克难关 建造出一艘百万吨级别的航母出来 不过,也有小伙伴会说,火力军,你拿一个游轮和航母相比 这俩明显没有任何可比性啊 当然,军舰中比航空母舰的排水量大的比比皆是 像我们熟知的补给舰、运输舰都远远高于航空母舰的吨位 这也就说明了,无论是军舰也好,还是民用也罢 什么船体吨位,只要人类想研究,就是千万吨级别的舰艇 也能轻轻松松研制出来 那这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 各国制造的航母那都是奔着吨位去的 看看美国的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12万吨的排水量成为了航空母舰之最 它所带来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吨位越大,优势越大 航空母舰为啥最大的排水量也才刚刚到12万吨呢 我们怎么就不能建造一些百万吨位的航空母舰呢 在这个问题回答之前 火力军先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当航空母舰的吨位过大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火力军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当航空母舰吨位过大 那么在船体外形上一定不能选择战舰的流线性布局 而是更贴合挪威吉诺克奈维斯号邮轮那样粗胖的布局 毕竟无论怎么造船 安全问题肯定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否则这船没办法造啊 不考虑船体结构的船只必然要出现极大的事故 毕竟船体结构越大,强度越低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船只质量问题的反面案例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日本船舶制造业当年就玩了一手大的 More Comfort How断船事故 可以说是人类船舶制造中最大的质量事故 日本当年玩的有多大 人家敢把自己愚蠢的设计直接实施在船只上 在船体设计中 日本直接忽略了船体结构载荷计算中 两种载荷的相互作用 船体底板结构强度不高 导致了More Comfort How从中间一分为二 这起事故创下了三项历史记录 世界上第一条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的海难事故 世界上第一条从中部直接断裂的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 世界上海损事故理赔最高的集装箱船事故 保险公司赔款金额在4亿美金左右 这就是不在乎船体结构强度导致的沉船 虽然理论上来说航空母舰的大小是可以根据人类的需求制造的 但如果按照安全程度上来看 虽然可以制造 但不一定很实用 我们以诺克奈维斯号的邮轮举例 这艘邮轮绝对是爷爷被集的邮轮 它的设计绝对没有一点问题的 人家虽然在1981年沉没了 那是因为吃了一发飞鱼反舰导弹才沉的 和强度没有任何关系 假如说火力军也制造出如此高吨位的航母 那么在外形上和诺克奈维斯号邮轮应当是差不了太多的 如果按照这个外形来看 火力军认为这艘航母不如不要 这压根没有任何战略价值啊 要知道无论是哪一艘航母 最起码的行驶速度也要达到了30节 没有这个行驶速度 怕是你赶到战场了 人家怕是战场都打扫完了 直接让你过去收尸就好了 这就不是航空母舰了 而是彻头彻尾的收尸船 所以诺克奈维斯号邮轮这样的邮轮 根本不满足航空母舰的机动性 毕竟它的行驶速度仅仅有13节 几乎比航母慢了一半还多 这种行驶速度是非常尴尬的 《决战中途岛》电影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飞行员从甲板中起飞 如果航空母舰的速度达不到起飞要求 飞机是无法从航母上成功起飞的 直接就沉入海底了 这种问题已然不再是航空母舰 扩大化的考虑范围内 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么大的构造 速度却这么慢 航空母舰的战略意义还真的存在吗 航母作为不沉的小岛 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载着舰载机 行驶到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 增加了部队的打击力度和打击范围 航空母舰可以随时为舰载机提供降落补给的平台 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轰炸东京的事件 你就发现了超出作战半径后 飞行员的处境到底有多尴尬 这群飞行员在轰炸完东京后 没有油量再支撑他们飞到航母身边 如果身边有航母 这群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将更加强悍 甚至可以达到24小时不停歇的轰炸 但是一旦航母建造过于笨重 将完全失去航母应有的作用 比如说当战争进入到关键时刻 航母编队要通过巴拿马运河 以及苏伊士运河 但是超吨位的船只 是根本无法从这两个海上交通线抵达的 如果出现绕路的情况 按照超吨位的设计 航行速度不过13节 等到航母赶到正面战场 战争估计都打完了 这就是典型的遗武战机 这你能怪船长不给力吗 很明显就是航母在设计上的极大缺陷导致 航空母舰因为赶不上作战半径 舰载机强行起飞 有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因为这个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怕是真想拿头撞死在南墙 所以航空母舰至今为止不能制造的太大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会丧失航母的战略意义 如果是这样 干脆不建造航母就可以了 当然航空母舰失去战略意义 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 火力军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猜想 如果我们建造一艘百万吨级别的航空母舰 那么我们干嘛不建造一个小岛呢 这个话题火力军觉得非常有意思 并且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 航空母舰的战略角度不就是不沉的小岛吗 想想如果能建造一个人工小岛 可以直接没有了作战半径的苦恼 只需要在关键位置建造一些人工小岛就好了 毕竟如果建造一艘百万吨级别的航母 说实话 费的金钱并不一定比建造人工小岛低 根据美国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造价来看 造价高达130亿美元 这个造价说实话是非常高的 这还不算后期的维护费用 根据美军2021年军费开支预算来看 海军用于维护的费用高达604亿美元 当然也有许多人会说 美国人船多呀 不过按照604亿美元的维护成本 再加上每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舰的造价 福特级航空母舰到退役的总运营成本 绝对在500亿美元以上 这还仅仅是12万吨级的航空母舰 如果往百万吨级以上走 航空母舰的造价和维护至少要翻好几倍 按照这个成本 建造两个人工小岛都可以 这样在航母造价维护上 美国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美国也不是傻子 如果真要弄这么大的一艘航母 就直接原地造岛 这省下来的钱还能补贴在别的地方 毕竟地主家也没有什么余粮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 百万吨级的航母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尴尬处境 这种处境是与生俱来的 没有办法改变的 换句话说 如果当我们可以以人工小岛 作为航母的替代品 它的存在的意义实际上也并不是很大 对于美国来说 我是世界警察呀 我需要在世界各地维持秩序 开着这么大的航母 那就是招摇过世 所以为了追寻机动性以及实用性 百万级航母对于目前美军的需求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真当美国需要百万吨级的航空母舰的话 实际上美国人去造人工岛的成本 要更加实在一些 当然科技是随着时间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这一点毋庸置疑 现在是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乱 要是在二战时期 你看看各国研发新式武器 那是一个比一个猛 前苏联引发的海怪物 那才是真叫奇葩武器 全长106米 起飞重量500吨 如此巨大的海上飞行器 你觉得它有用吗 说实话 这玩意儿看着确实挺唬人的 庞大的体积 谁看谁不害怕 但是然后呢 这款武器在经历了两次重大事故后 很快就被苏联人扔进了仓库吃灰 所以当战争来袭时 各国制造武器的设计师脑回路 简直是千奇百怪 等到了这个时候 或许还真会出现百万吨级别的航母 不过在此之前 无论是谁发明了这款武器 都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保证这款武器的安全性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武器本身的构造安全 而是它怎么才能避免打击呢 现在的导弹 不得不说一个比一个猛 反舰导弹更是破坏力惊人 随便拿出来一个 都可以说自己是航母杀手 航母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问题 那么问题就来了 物体的体积肯定是越小越难打中 比如说一个体积10平方的正方体 和体积30平方的正方体 肯定是体积10平方的正方体 更难以击中 百万吨级的航母始终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一旦战争来袭 这么巨大的航母一定是首要打击目标 那么一旦被敌人锁定 这艘航母怎么活 本来速度就不快 驾驶员甚至要有这样非常出色的经验 再搭配上钛合金透视电子眼 提前预判敌人出手的时机 这才能让这艘航母在战争中活下来 这种种弊端就已经注定了 人类是可以制造超大吨位的航空母舰 但是基于实际需求的前提下 没必要制造这种航母 无论是从经济安全还是实际性 都是10吨排水量左右的航母 更符合目前的战争需求 回律军这里说的排水量10吨的航母就够用了 并不是夸夸其谈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航母建造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是目前为止世界上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 并且每一艘航母都非常先进 你说美国在基础打这么好的前提下 会没有制造百万吨级别航空母舰的想法吗 但是美国并没有实施 很明显的道理 就是我虽然可以建造这么大的航母 但是这样的航母 并不是单单让它能多带几艘舰载机 多带几发导弹 而是在战场需求中这艘航母要保证极大的战斗力 在这里应该就为美国带来了一个非常新奇的思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脑洞大开 决心要制造一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 网船这艘航母长达600米 宽150米 高160米 排水量高达200万吨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游轮级别的航母 但是这艘航母根本就没有考虑材质的问题 因为英国人想直接整冰块上去 在冰面上制作一款航空母舰 不过当时的英国人忽略了一个问题 这艘航空母舰 你要想给它弄成冰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想让它动起来 总要给它安装一个螺旋桨吧 要不然这玩意儿和小岛一样 英国人此时才发现 我要是给冰上安装个螺旋桨 螺旋桨启动后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热 这时候冰面不好都给弄化了 我这几百亿美元的舰载机 分分钟泡在水里 给海神泡茶了 所以这个想法就暂时被搁浅了 不过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新奇的思路 如果我们建造一个海上平台呢 火力军这里说的海上平台 不单单是人工岛屿 而是真正的可以移动的海上平台 这种海上平台 甚至可以以低油耗的方式 屹立在某个国家的公海附近 这样就像是一座小岛一般 如果不需要这艘海上平台执行任务 随时都能开到港口进行补给 这种方式似乎听起来比航母更加合适 美国在吸取了英国兵航母的教训后 很快就对海上平台进行了研究 不得不说还真让美国人给研究透了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 就联合日本和加拿大 开始构想海上平台 这种海上平台非常符合美国的作战目的 毕竟美国是世界上 拥有海外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 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撤出了800多个军事基地 但是实际上 美国非常需要这种海上作战平台 根据国际法规定 这种海上作战平台可以被称为移动的国土 卫星允许是不能对其构成军事威胁的 这种天然的优势是航空母舰所不具备的 如果按照美国的需求 美国完全可以进海 先实验一下这种海上平台 是否能够大批量建造 如果可以的话 美国大可以退役一些航母 节省下来的军费 足以制作这种大型的海上平台 并且相对于人工造岛来说 大型海上平台的制作成本更低 并且战略意义极大 而未来的大吨位航空母舰的整体构思 也绝对是在大型海上平台去靠拢 毕竟想要用大吨位的航母 去替代现代服役的航母 实在是不太现实 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想 美国仅仅只是对海上平台建造 还存在构想 实际上美国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美国曾推出过相关的海上项目 当时在构想中 要在海平面建造一个大型城市 里面有丰富医疗 娱乐 赌场 学校等设施 可以说配到非常完善 这艘海上大型平台 比玛丽女王2号游轮大四倍 其造价也不过100亿美元 从这一点上来说 美国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设想大吨位航母 并且准备有计划的实施建造 不过可惜的是 美国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 主要原因还是在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身上 毕竟这个构想 从某个方面来说 更像是房地产建设 而不像是武器制造 对于军工复合体的美国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 毕竟从这个项目中 这群军工企业很难赚到钱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美国自身的作战需求 可能在短时间内 不会建造这种防御性措施 没错 如果当航空母舰扩大化 它的功能也会从进攻变为防守 毕竟目标时代太大 想要当进攻性武器 不太现实 然而美国自从二战结束之后 基本上都以进攻为主要态势 防御上几乎不做任何考虑 毕竟自驾的航母 那是独孤求败 进攻防守两不误 都是杀伤敌军的绝对利器 所以美国虽然是提出了构想 但却始终没有实施 不过美国的构想 全给全世界一个新的思路 尤其是那些没有航母的国家 没有航空母舰 你们很难包围自家的领海 那么是不是可以制造一款 大吨位的海上平台 当做航空母舰来使用呢 这个答案或许只有愿意制造 这种武器的国家来回答了 不过无论怎么去理解 超大吨位的航空母舰 火力军认为 这款武器建造起来绝对不难 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想要多大就能见多大 不过这种武器并不适合进攻 并且并不能适应 现代的战争节奏 不过作为防守武器 其实还是可以一试的 毕竟对于没有航母的国家来说 岛就是航母 只是不能移动罢了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 航母究竟能造多大 它又会是什么形状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好 没关系 有什么形状态 因为 没关系 本来 有什么形状态 感谢观看